許老闆好 你好 跟我們講一下你當初怎麼開始進入 這個咖啡店的一個創業 其實那時候就是在外縣市工作 剛好要換跑道 然後想說其實也要回來家裡 也不可能都在外地 所以就回來就是先 也做了蠻多別的啦 後來就是主要就是想說 都做別人的工作 不然就來自己創業好了 然後剛好自己又有對咖啡那段的事業 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咖啡是你本來的興趣嗎 對都有興趣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找地點了 然後就覺得我們主要我在住附近而已 然後覺得這裡其實是我民雄的一個指標性的一個地標 然後周遭都沒有店家 然後又覺得在這裡可能就是可以一個蠻好的點 主要還有看到就是說蠻多外縣市的客人過來 遊客過來 其實來這裡就是一個走馬看花的行程而已 因為沒有人介紹就對了 對然後就想說我在這裡如果可以讓一些遊客 知道裡面的一些故事啊 典故啊 然後又提供一個可以讓大家可以休息的地方 對 然後其實應該還蠻不錯的 順便可以介紹一下我們在地民雄的一些特別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一起再過去看 等於把一些遊客盡量留在我們民雄這樣子 是 你那時候小時候怎麼看這棟房子 應該以前會充滿很多恐懼對吧 對對對 其實小時候就覺得蠻陰深的啦 但是越來越大就覺得其實也還好 就把它慢慢當成是一個古蹟的心態 這樣來看 其實也就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恐怖了 那11年創業就一開始就順利嗎 嗯 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比較沒有人啊 但是 生意嘛就是這樣經營下去 然後我的運氣也算蠻好的 畢竟在這裡算是一個比較 台灣比較特別的一個景點這樣子 然後還有蠻多人會來 然後加上 剛我在這裡開店之後 一些報章媒體 覺得蠻新奇的 會來做一些訪問 等於慢慢的幫我把那個知名度打開 對打開這樣子 然後可是咖啡還是要好喝嘛 那你咖啡怎麼專員 咖啡專員 畢竟就是自己要下去做一些功課 然後順便就是說 盡量找一些 也是要慢慢的學習啦 到現在都還在學習 這樣子 人有更好的 我們當然就展現更好的客人這樣子 嗯嗯嗯嗯 有沒有什麼一些重點的咖啡啊 就是你的這個招牌是什麼 像我裡面就是有做一些 等於屬於比較我們店裡的一些 可能名字 把它做一些改變 然後加上我 比較趣味就對了 對比較趣味的 像我的閻羅王咖啡 其實就是咖啡 就是我精挑的一些咖啡都來做咖啡 然後我等於裡面有添加一些 就是我們 等於也是我們嘉義縣的農產品就是木耳 我把它木耳下入熬煮之後 然後把它加入到咖啡裡面 然後讓人家覺得就是 有一些木耳的嚼勁 因為我的木耳不是那個細細的 就是磨到粉這樣 不是我的木耳是用切的 所以還是咬得到東西 對做起來就是讓你可以咬得到東西的 然後再加上上面的奶泡這樣子 然後評價也蠻不錯的 然後我就把它 然後龜裂有我的閻羅王咖啡 然後後面就是有一些黑無常白無常 黑無常白無常就是黑木耳和白木耳 這些想法應該都是開店 慢慢才累積一些創意對不對 對 一開始應該是很單純嗎 對 一開始可能就是沒有那麼多樣式 後來開店之後 慢慢就是要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比較特別的東西出來 這樣子 然後一路11年到現在算是很穩定嗎 其實多多少少高地球都是有的 只是加上說我們開店一定要持之以恆 當然就是說一些好壞都是有啦 怎麼樣說生意不好 就是其實大小月也是有的 盡量就是人盡就經營這樣子 是是是 然後餐點應該也是要有嗎 對餐點也是都有 有沒有哪些特別的 餐點如果像我那個先說點心好了 我有做一些就是 我們比較客人評價蠻不錯 就是我的虎搞虎搞鬆餅 是自己做的 對自己做的虎搞虎搞鬆餅 就是其實我們的材料都是不一定的 那客人就是說 欸什麼是虎搞虎搞 但是我只能跟客人說不一定 無菜蛋料理 對鬆餅你要每次吃都是不一樣的 這樣子 就看你的心情 對對對對對 那後來怎麼樣慢慢又結合這個鬼屋的故事 跟他的文史去做一個包裝行銷這樣 嗯其實我們鬼屋就是主要還是要讓大家一趟路來到這裡的 知道這裡的一些典故啊什麼東西可以看 該注意些什麼事情 嗯 然後其實客人就是一個藏鮮的心態 他不一定都知道其實這裡 從什麼時候開始遊的 對 啊就是 我們如果把他服務做得好 讓他知道一些 故事典故的話 其實他們也是會下去宣傳的 嗯 這比如說現在蠻多 有時候也是遊覽車整團過來的 對 他們也是會事先和我聯絡 看我能不能做個導覽 做導覽 對 所以這個意外變成你這個副業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偶爾就是帶個導覽這樣子 嗯嗯嗯嗯 後面的建築其實看起來很古樸喔 是你有特殊設計 還是這個房子本來就是個老房子 欸這個房子就本來就是以前的平房的 啊只是在給他做一些 等於盡量我把它整修而已 我不把它做個特別的變化這樣子 讓他保持著那個舊房子的味道 因為畢竟我旁邊是鬼屋嘛 你裡面不要太現代化這樣子 噢所以你是保留大漾 然後只有修細節就對了 對對對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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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年疫情有沒有影響 嗯今年疫情當然是有影響的 那時候真的還蠻奇慘的啦 就沒有遊客就對了 人都沒有了 啊這陣子才慢慢的又回來這樣子 一個主要也是暑假了嘛 然後加上政府的一些振興券這樣子 有慢慢把客人又拉回來了 嗯嗯嗯嗯 你在這個店的介紹 你也蠻期許自己 這家開備館是一個民雄 非常重要的觀光景點對不對 對 你怎麼看民雄這幾年的觀光變化 民雄的觀光變化真的是 最近有比較好一點 嘿比較有一些 等於知名的一些 怎麼講觀光工廠也有啦 然後在地的一些特色產品都有出來 慢慢的讓人家來到民雄之後 找不到東西買 找不到東西吃 找不到東西逛 現在其實民雄那些東西 那些據點其實都已經慢慢的 嗯都有整合起來了 可是過去有些商家都說 學生變少他們被影響耶 對學生變少真的是蠻多的啦 只是說民雄就是也是要要轉型啦 不能一味的只靠學生啦 畢竟現在少子化的社會是一定的啦 但是怎麼樣改變 也是要靠大家一起下去努力 嘿這樣子 所以老闆你自己對自己的店 還有未來有什麼期許 或是有什麼發展 目前就是說 當然我們先好好的把自己的店經營好這樣子 然後慢慢的就是讓大家 來到民雄 不是只有一些鬼屋 還有咖啡廳 然後要知道說來民雄 其實民雄還有蠻多地方可以 串成一系列的就是一個周邊的一個商品啊 可以賣這樣子 然後自己的文化 民雄其實很多農產品很特別 你有想要把它入咖啡 或者是入餐點嗎 其實也是有這個想法啦 但是畢竟是農業社會啦 比較東西沒那麼多 但是偶爾現在已經像民雄的鳳梨 也是蠻有名的 慢慢的我們導入一些民雄鳳梨的一些食材過來 我們可以以鳳梨這條路下去多推廣也是有可能的 好 謝謝老闆 不會